大家好,我是James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元宵节 在这里小弟也要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全球确诊增加452418人 全球死亡增加10381人 今天马来西亚又是二字开头 我们单日确诊增加2253人 不过今天死亡人数又多了11位 然后今天马股大肆是跌 因为昨晚美股也是跌了挺多下来 然后有新闻是说 因为美国的那个Bond的U开始走高了上来 所以有时候interest一下走高 有一些人就讲了是不是回调要来了 昨晚美股就回调了一些下来 然后来到今天亚洲这边也是一些回调下来 尤其是日本日本的Nikkei跌了一个3.99% 也是挺多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KLCI也跌了3.79点 收在1577.75点 然后今天下跌的counter660个 上涨的只有442个 所以今天GFM不错 母股飙了13.9% 它的warrant C87.5% 追星业绩 YOY转亏为盈 然后Sign Warrant A还是继续的疯狂 42.9% 因为signature它22号的业绩 QOQ也20% Bunjat今天23.4% 它也是转亏为盈 So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主题啦 就是转亏为盈的股咯 就是他们最新的业绩 可能QOQ转亏为盈 或者是YOY转亏为盈 So这些break even的公司 你就看到 Result一下 Declare出来 他们的股价就往上冲了 OK 我是有看到啊 这个现象 然后MSM也是哈 起了14.6% 它也是转亏为盈 iTronic 今天其中一个最疯狂的 24.7% 它也是转亏为盈 Data PRP 6.7% 这家公司也是要做 Private Placement Vlaw 5.8% 25号的业绩 QOQ 277% YOY 172% 所以我本身啊 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Earne Stock Pick 就是每个星期 我会出一份啊 选股的报告啊 上面用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今天啊 非常多的选股 回酬 还是啊 非常不错的 像MMSV 也啊 起了5% 收在1块05分 So MMSV啊 最近它也是有做 Company Share Buy Back 买自己的票 它在一天 也买进了30万股 之前我选MMSV 它的股价52.5分 也派了股息2分 这11个多月 也是有104%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上5年 Chin Hin今天也啊 涨了1分 收在1块6毛8 今天啊 最新业绩出炉了QOQ 153% YOY啊 282% 我之前选Chin Hin 它的股价57分 也派了股息2分 这一年来也是有198%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上7年 Francon今天收在5块2毛1 之前我选Francon 它的股价71.5分 也派了股息5.2分 这两年6个多月 也是有63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12年 当然啊 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so啊 如果你来 你来JOY这个啊 选股服务的话 每个星期 你都会收到我的一份啊 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是根据 基本面投资的法则 来啊 挑选出好的公司 包括啊 好的管理层啊 资产负债表现金流 股息等等各方面 做一个啊 考量啊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哈 中长期这些公司的前景啊 必须要好啊 有成长的空间 然后要强调 这也不是短期投机的做法 会suggest 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啊 vshed翻弹 如果疫苗真的能够啊 很好地控制住疫情 如果这些公司未来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你赚钱的机会啊 其实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so啊 非常欢迎 你可以直接来啊 whatset我 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et号码 有个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啊 pm我都啊 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啊 这家公司咯啊 近来也是很红的一家公司啦 因为股价冲了上来 然后成交量也相当的巨大 当然这家公司近期是有很多利好的消息 so这家公司就是Dagang Next Change Berhad Dnex这家公司 今天啊 成交量也是非常大啦 它的价钱收在72分 然后它的啊 warrant d哈 起了一个7.1% so它的业绩啊 昨天出炉了 ok 算是不错 那个业绩 股价方面 你看回啊 去年3月19号 那时候熊市啦 它的股价被人家丢到剩下8分前 意味着短短啊 11个多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8分 飙到今天的72分 足足飙了800% 8倍的涨幅 非常疯狂 因为这种涨幅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13年 把它竟然在短短啊 11个多月做到了 ok 这是非常之疯狂的一件事情 市值方面 它现在marketcap是一家16亿的公司 so昨天啊 业绩刚刚出炉 qoq啊 连续进步了两个季度 当然啊 这个季度啊 qoq 它的revenue也是有增加的 然后特别是说 啊 yoy啊 它也是转亏为盈 因为去年的时候 它这个季度是亏钱的 so来到今年 也是啊 break event 这个季度 它赚了一个1510万 非常的不错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最近啊 很多公司只要是转亏为盈 不管是yoyqoq都好 然后你看到它的股价 就像火箭这样冲上来了 非常之夸张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现象 很多break event的公司 股价都冲了上来 好 Dinex这家公司 它本身做两种业务 一个就是IT OKIT的那些services 然后它还有做energy 就是能源 OK 它的业务就两种了 IT跟energy 当然 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了 就是它的一个子公司 被罚款 就是啊 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就是mycc 这个组织 就罚了它的子公司 1030万 so为什么它的子公司会中这个罚款 就是因为 它的啊 Dinex这家子公司啊 它其实是为 啊 政府部门啊 就是这个 它是在这个框架啊 叫做national single window 它是为这个system Maklumak custom啊 做这个online的一个services so它是说了啊 它被罚款啊 就是因为这家 Dinex这家子公司 因为它在这个啊 system Maklumak custom那边 是占有一个主导地位的一家公司 然后它为它的online services啊 它就啊 被啊 它就排弃了其他竞争对手 导致这个啊 system Maklumak custom 只能去用它的东西来做 so他们是说 哎 你这个就是啊 违反了这个啊 monopoly的法令 就是说 本来啦 Dinex这个啊 子公司 它是不可以造成一种像monopoly的现象发生啊 就是排挤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so它就被这个啊 mycc哈 罚了一个1030万在那边 ok so这是啊 一个最新的消息了 好 我们来看啊 昨天它出炉的业绩啊 就是4th quarter financial啊 20年的业绩 so QOQ 就还说了 它的业绩还是进步的 因为QOQ 它的revenue收入 也是增加了25.4% 从啊 3rd quarter 3个季度的 5,050万 增加到这个季度 6,333万 so当然啊 revenue走高啊 它的operating profit 营运啊 利润也是走高了 从3个季度 480万 增加到啊 这个季度的540万 so它的IT部门啊 不错了哈 它的IT部门 其实就是啊 这是主要的工程啊 收入增加 so你可以看到 它的IT部门的一个segment 叫做啊 System Integration and Consultancy 就是这个啊 系统整合 跟这个啊 咨询服务的部门 它的revenue收入啊 也是从上个季度 3,250万 增加了1,370万 来到这个季度 是4,620万 然后它的e-commerce的部门啊 这个电子商务啊 收入也是增加 从上个季度 2,270万 增加了100万 来到这个季度 是2,370万 so当然IT的部门啊 就是啊 主要是这个季度了 为什么它的业绩啊 会继续的进步啊 啊revenue增加 operating啊 profit也是增加的 所以啊 总的来说咯 我才是觉得 它的股价的走势 太夸张了 就是11个多月 股价飙了一个8倍啊 短短的这个啊 时间哈 当然啊 新的业绩 昨天出来是不错啦 QOQ啊 连续进步了 两个季度 然后YOY 也是啊 转亏为盈啊 break even so DNEX这家公司 其实它过往的track record啊 也是不错啦哈 它啊 过去这样多年来啊 其实也是不断在成长 哈 也没有停下来的 so这家公司我会说啦 我forecast啊 我foresee 它的未来 我觉得啊 长期而言啊 这家公司应该会继续的成长啦 OK 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公司 只是个人觉得 它的股价短期是有走快了一些 那么至于它啊 5月份未来的来临的业绩啊 5月的业绩 个人觉得QOQ继续进步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哈 就是可能它的收入啊 继续的增加了 然后profit 特别是要看它的IT的部门啊 如果它的IT的部门还做得不错的话 啊 或许来临的业绩啊 QOQ还是会啊 具有这个继续走高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啊 讲这样多咯 最后还是啊 disclaimer四个字啊 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最重要就是啊 买卖致富 好 今天的啊 视频分享暂时啊 聊到这边 啊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啊收回 也记得按啊 订阅跟打开铃铛 以便第一时间能够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